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如何戒掉坏习惯,副标题是,当坏习惯控制住你的世界,如何拿回人生主动权? 本书的作者古川武士,是日本著名的习惯培养顾问。 在我们的生活中,拖延症、乱花钱、熬夜、沉迷网络和手机、暴饮暴食、极端情绪等等这些坏习惯在给予我们短暂的刺激与解放的同时,也夺走了我们人生的主动权。 为什么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坏习惯?想要摆脱坏习惯,无从下手怎么办? 本书所要介绍的坏习惯中结束,正是为想要戒掉坏习惯的人们精心准备的一份指南。 戒掉坏习惯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禁欲期、动力缺乏期、稳定期、倦怠期。 根据阶段不同,本书将坏习惯分为行动性习惯、身体性习惯、思考性习惯三大类。 不同类型的习惯需要抓住的重点及对策也各不相同。 习惯中结束将带我们直击坏习惯的要害,指引我们远离坏习惯,抵达良好习惯的彼岸,重新拿回人生主动权。 此外,为了让大家对习惯中结束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面对现代生活中的十大代表性坏习惯,作者运用习惯中结束进行了全面剖析,手把手教大家如何戒掉坏习惯。 来看第一部分,为什么戒不掉坏习惯? 首先,坏习惯的定义因人而异,对于坏习惯的定义不能太过一刀切。 比如小明喜欢打游戏,这对于小明来说是放松,每天只打一个小时,不影响工作和睡眠,还能放松大脑,为第二天的生活做准备,那每天打游戏这个习惯,对小明来说不能算是个坏习惯。 所谓好习惯,是对自己的将来以及当下生活的丰富性给予正面影响的东西。 另一方面,所谓坏习惯,则是图眼前的一时之快而盲目行动,从中长期来看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 例如,拖延处理讨厌的事情,吃过多的甜食,在网上浪费太多时间等。 也就是说,从中长期来看具有优势的,就是好习惯。 相反,具有劣势的则为坏习惯。 坏习惯也会占据我们习惯的一部分,驱逐好习惯。 我们都听过劣质货币会驱逐优良货币的这一说法,也就是格雷沙姆法则。 它是指一旦对劣货币的流通放任不管,人们就不会去使用优良货币,从而导致优良货币从市场上消失。 同理,就跟我们的坏习惯一样,当我们有了坏习惯,那么好习惯就会受到影响。 再来说说为什么会有坏习惯的产生。 因为坏习惯往往伴随着快感和多巴胺的产生,快感是让我们不断重复坏习惯的原动力,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输给眼前的诱惑。 那么好习惯是什么呢? 所谓好习惯是对自己的将来以及当下生活的丰富性给予正面影响的东西。 另一方面,所谓坏习惯则是图眼前的一时之快而盲目行动,从中长期来看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 杜克大学的学者在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 人类每天40%以上的行为不是有意识的行动,而是无意识的习惯。 这也就引出了下面的三点。 一、习惯引力法则。 对于大脑来说,新的行为不存在好习惯和坏习惯之分, 只要是变化就要竭尽所能地阻止其发生。 正因如此,即便是学习英语、运动、记录家庭收支等好习惯, 由于新开始的习惯受到对变化的抵抗的冲击,会很难持续下去。 这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发生机制。 另一方面,无法戒掉坏习惯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旦成为了习惯,大脑就会拼命保持原样。 因为这被大脑判定为是正常的事情,这就是习惯引力法则。 换言之,所谓戒掉坏习惯,就是消除进入习惯引力范围内的习惯。 二、意识与无意识的平衡。 意识的使命就是维持现状,保护我们的安全,给我们一个安心的环境。 简单来说,无意识奉行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例如减肥,减肥往往都是在饱腹的时候决定, 然后在空腹的时候放弃。 早起也是在睡觉前下定决心,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赖在床上,心里想着明天再早起。 心理学记者左左目正五,将其称之为陌生人问题, 下定决心的时候和遭受挫折的时候, 明明是同一个人,却又完全判若两人。 三、欲望与理性的斗争。 欲望比理性还要强大, 正因如此,在欲望达到顶峰之前必须采取行动, 并且要考虑用其他方法来填补欲望, 具备战胜欲望的心灵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无法甩掉坏习惯是因为这一习惯中还具有肯定性的意义, 原本应当通过一些东西来填补的欲求被坏习惯所满足, 正因为这是一种快感, 便作为习惯固定了下来。 再来看第二部分, 构建人生的良性循环, 习惯中结束。 在当我们戒掉坏习惯之前, 首先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要戒掉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真的是坏习惯吗? 如果戒掉习惯的理由不明确, 最终只会给自己找借口, 然后遭到挫折。 习惯根据阶段不同, 可以分为行动性习惯、 身体性习惯和思考性习惯这三类。 要戒掉这些习惯所需的时间也各不相同。 首先,作为行动性习惯, 有上网、乱花钱、 拖延症等, 这些可用一个月的时间戒掉。 接下来是身体性习惯, 有抽烟、 吃得过多、 饮酒过量、 熬夜、 赌博等, 戒掉这类习惯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最后是思考性习惯, 有烦躁不安、 闷闷不乐、 因为完美主义而思虑过多等, 戒掉这类习惯, 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仔细想一想的话, 就会明白这三类习惯都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 烦躁不安会导致吃得太多, 使饮酒量增加, 上网时间过久会导致熬夜, 因为不会收拾而变得烦躁不安, 闷闷不乐的思虑太多, 便想通过赌博来忘却痛苦。 一个坏习惯, 会引发其他一连串的坏习惯。 因此, 只要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理由越强烈, 就越容易克服眼前的诱惑。 因此, 重点不在于你的意志是否坚定或薄弱, 找到最核心的理由才是实践习惯终结术的关键。 在我们开始培养习惯之前, 需要掌握三个原则。 一, 一次只投入一个习惯的养成。 二, 明确中心点和瓶颈。 三, 重视过程而非目标的达成。 作者根据不同的时期, 把克服坏习惯分为三个周期, 禁欲期, 动力缺乏期, 稳定期。 每日记录自己的坏习惯纠正行为, 每个周期只改正一个坏习惯, 减少自己的抗拒心理。 为什么说记录如此重要? 这是因为将行动可视化以后, 就能对其进行控制, 通过记录, 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控制的意愿。 要防止受挫, 就要警惕欲望达到峰值, 并远离诱惑因素。 为了防止自己的理性被欲望打败, 首先一定要设想所有可能的诱惑, 其次是尽力减少诱惑, 然后为破罐破摔设定一个上限。 如果任由自己破罐破摔下去, 那么很有可能再也无法换起自己的动力了, 至少也要有一种稍稍遵守了自己的规则的自我控制感。 所以, 一定要找出自己最想改变的, 尽量少地耗损自己的意志力的坏习惯进行改变, 没有人能够从头至尾地保持动力不受损耗。 再来看第三部分, 戒掉坏习惯的具体操作。 首先是戒掉行动性习惯, 所谓行动性习惯, 就是可以在一个月内戒掉的习惯, 与身体性习惯相比, 可以说这是比较容易戒掉的习惯。 比如说戒掉拖延症。 第一步, 分解工作。 所谓分解就是把需要完成的工作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列出具体实施的方法。 就好比你想吃牛肉, 这时候一整头牛送到了你的面前, 显然, 这样你是没法吃下去的, 只有把它切成适合的大小, 才能放到嘴里吃下去。 对于一整头牛一般的一大块的工作量, 你是无法着手干起来的, 陷入拖延往往就是因为, 你把一整头牛一样的工作量, 原封不动地写在了代办事项上。 面对这样大块的工作, 将要做的事项一一分解细化并明确, 这样一来, 痛苦程度就会减轻, 也会容易上手。 第二步, 分步骤行动。 首先是限定时间, 不是以完成的状态为目标, 而是以时间为目标, 将注意力集中在过程上。 其次是降低难度, 除了限定时间以外, 降低目标的难度也是视角之一。 例如, 只打扫一个房间, 只打扫厨房等。 降低门槛之后就会容易上手, 这样一来, 便可以通过分布和细化分解来解决大部分的拖延问题。 之后的关键就在于能彻底执行到何种程度。 其次是戒掉身体性习惯, 所谓身体性习惯, 就是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来戒掉的习惯。 比如说, 想要戒掉熬夜的坏习惯。 第一步, 首先就是要聚焦于就寝时间上而非起床时间。 第二步, 制作理想日程表。 第三步, 抓住核心和瓶颈, 早起和熬夜的对策也是一样的。 当你的生活习惯开始混乱的时候, 你需要把目光放在最重要的计划事项上, 找到自己需要控制的时间, 例如上网时间, 并且避免其他事情的打扰, 例如工作加班和朋友聚会等。 第四步, 制作不规则日程表。 即使制定了一份理想的日程表, 只有一种模式的话, 是无法应对多种情况的。 这时候就要预估一些偶尔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制定出两三种其他的模式。 要点在于要固定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 第五步, 满足回家以后的心理欲求, 回家之后到晚上就寝的这段时间该如何度过呢? 可以看看电视, 上上网。 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心理欲求。 如果想让自己放松一下, 也可以慢悠悠地泡澡, 听古典音乐。 再然后是戒掉思考性习惯。 所谓思考性习惯是需要六个月来戒掉的习惯, 花费的时间较长。 但是, 思考性习惯的关键是书写习惯, 也就是行为性习惯。 如果在最初的一个月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思维, 那么接下来只要继续坚持就行了。 比如说, 想要改变习惯性的烦躁不安, 那我们就要改变对事情的解释方式, 做出有效的自我主张。 无论对方是你多么喜欢的人, 也有可能会因为一些言语上的冲撞, 或是回应方式上的问题, 而瞬间火冒三丈。 这时候, 会存在两种人, 一种人会迅速攻击对方, 还有一种人则会将这团怒火压制下来。 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换位思考, 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我们就可以理解对方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有效地控制自己。 其次, 我们要巧妙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告诉对方自己的观点, 让对方不要再这么做了, 也就是要注重沟通, 有时候好的沟通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书中对于各种习惯给出了很多方法, 例如闷闷不乐, 完美主义, 吃得太多, 饮酒过量等等,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原书。 相信读完本书, 你一定能从书中获得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启示。 好了, 这本如何戒掉坏习惯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